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兩位講者就是新界北的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總督察 羅麗謙先生 以及新界北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高級督察 李文康先生 會就位剛才所說的辦案件做一個簡報 長時間我們在兩月上做這個簡報團之後 我們會有個發問的時間 請各位傳媒朋友麻煩舉手之後 由我們的同事給你咪給你 由他咪給你講出自己的傳媒機構 之後就可以發問你的問題 之後我們都沒有一個警示的時間 這個時間我們交給兩位有請 好 大家好 警方在較早前接獲線報 一個販毒的集團在新界區泛運大麻 經過調查之後 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的探員 在2022年的5月6日 在元朗區 是拘捕了一名49歲的本地男子 並且成功收獲了一批大約 是111公斤的大麻花 我們初步估計這一批大麻花的市值 是港幣2300萬 我們在拘捕這名男子的時候 在他身上是找到大約8000元的現金 以及是少量的毒品吸食工具 李文漢高級督察 將會在接著下來的時間 去跟大家報告 這次行動的詳情 謝謝 新界北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的人員 經過深入的情報搜集 以及調查之後 鎖定了一部拍在元朗朗平村停車場 在私家車場裡面的一部私家車 相信是一個活躍在新界區內 一個販賣帶埋的集團 是用來做臨時的毒品儲存倉的 我們的探員隨即展開了埋伏的行動 並在昨日 即5月6日下午約5時的時候 發現一名男子打開這部私家車的車門 並觸碰車裡面一些私宜的毒品 我們隨即截停這名男子 並在他身上找到一部私家車 這部私家車的車匙 一部手提電話 以及港幣現金約8千元 經過手提之後 我們在這部私家車裡面 找到八袋尼龍袋 和兩個膠袋 裡面有相信大量的私宜系 大麻花的毒品 以及一批吸食毒品的工具 我們隨即將這名男子 以販賣危險藥物罪拘捕 經過點選之後 這一批相信大麻花的毒品 總重量約111公斤 而市值約港幣2300萬 這名被捕的男子 他是中國籍 49歲 報稱是一個建築工人 我們將會是暫控他 一項販賣危險藥物罪 警方相信這次行動中的被捕人 就是這個販毒集團的骨幹人物 我們會繼續就著這個販毒集團之前的活動 和毒品的來源 作出深入的調查 我們不排除在稍有時間 會有更多的拘捕行動 最後我也想透過今天這個機會 去提醒港大市民 其實在近年都留意到 有不少的不法分子 透過不同的渠道 都試圖去淡化大麻的禍害 甚至美化它的功用 令到不少年輕人 是不待法望的 警方上指出 大麻是毒品 是不真的事實 而根據香港的法例 任何人吸食 或者管有毒品 是積屬犯法的 最高的刑罰是監禁七年 至於泛運毒品 更加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如果一經被定罪的話 是有機會被判終身監禁的 所以警方呼籲市民 切勿以身示法 今天我們的簡報就到此為止 好 各位全部朋友 現在一個發問問題的時間 麻煩你如果有問題 請舉手 我們的同事會把咪咪交給你 請你趕出你的傳媒機構 可以問你的問題 麻煩你有沒有問題 你好阿Sir 我是香港另一記者 這樣想搞清楚 其實剛才講這個案子的手法 是將私家車 當作儲存的位置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呢 另外呢 那有沒有跡象顯示 這種做法 在可能疫情期間 比較更加普遍呢 麻煩你 暫時在這個案件裏面 我們看到的就是 它的確是用一輛車輛 做一個臨時的儲存倉 但是 類似這樣的做法 就著大賣的一種毒品 近年都是少見的 那我的答案是這麼多 好 再問哪位經驟 我覺得全門是有細胞發的問題 你好阿明報的 想問一問呢 其實毒品的來源 還有銷售的地點 還有被捕人 其實在車上拿些毒品 其實是放進去 拿出去賣還是怎樣 好 毒品的來源方面 因為我們都繼續在做調查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調查方向 亦都會牽涉到我們之後的拘捕行動 所以我就不便在這裏透露 至於當時被捕人是走在車上 我們是因為他們空手賣 我們相信他們是拿些毒品出來賣 至於地區是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我們初步的線報顯示 被捕人 這個販毒集團都在新界區 進行一些販賣毒品的交易 好 想請問還有報告 好 如果沒有了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稍後時間 我們會有一個掌聲的時間 麻煩你移過去我們的右手邊 好 麻煩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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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